彰化縣有著120多萬人口 以及豐富的人文歷史 有別於過去大都以傳統產業為主 彰化縣近年來陸陸續續推動科技產業 並將智慧科技導入縣民的生活當中 彰化縣長王惠美更透過許多政策 來改善縣民的生活 就讓我們一起來聽聽他的執政理念 都設計很紅 大家很樂意 大家來把他見過這麼好的一個地方 我不曉得你有什麼樣的一個 風能很強啊 認分啊 我很認分啊 然後使命感 使命感 就使命感 太棒了 今天累了我去睡一睡 明天又重新開始 而且不怕任何有挫折 在做決定都會非常明快 會非常不斷 你有挫折過嗎 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我們589個村里 我們現在目標是每個村里 都要有所謂的光環據點 讓老長者在地 安養在地得到最好的照顧 我們現在已經努力到有313個據點 那還在努力中 在這個過程中 就是要把它解決他們活動中心 這些問題啊 然後再來就是要有人力啊 來照顧這些長輩啊 那他們只要在這邊 願意做社區願意來做 做一天我們就給他十幾萬 做三天 四十幾萬 做五天我們就給他九十幾萬 然後再加上我們這個 五天的話就在一個人力 大概一個點 大概一年大概137萬的經費 讓他們就是hold住我們這些 三五十個長輩 那甚至有一些長輩獨牢的 沒辦法出來的 他們還會送餐廳去給他們 那從這個部分我們就開始 然後再來就是做一些 整合式的社會大樓 因為這個也是符合現在中央 他們一直希望一學區的日照 那張浩會是最早把一學區的日照 給完成的一個縣市 招商部分繼續把一些比較高科技 因為畢竟高科技他們的薪資 給了比較高 那也能夠留住一些 我們讀高科技的青年人 因為傳產大家留下來的機會 比較少 所以我們也看到後台的數據裡面 確實青年朋友出去的比較頓 我們就讓在外面的大學生 暑假期間回來打工 部分是在縣政府裡面 那部分就是把我們的國中 國小這個區塊 那透過這些大學生回來帶動 讓他更多的那個營隊 然後針對英文 針對AI的部分 再來做加強 那第一個可以增加我們的教務力 那第二個部分在這個區塊的話 年輕人回來 那他至少對這個地方的感情 他會比較深 他就會比較願意再去思考說 他未來是在這邊發展 或者就直接在學校附近去做發展 這是大家就業 那另外我們還有一群 就是比較年輕的這些 這些青年朋友很有才的 那我們大概就會用 所謂的這個青年創業基金 這塊來活動 我們現在就針對我們的歷史建築 針對我們的閒置空間 我們去盤點一些場域 那提供給青年朋友 這個公益換租 或者比較低的這個租金 來讓他們來進駐 那另外我們又有 有一個叫青年創業基金 你只要18歲到45歲 上過30個小時的課程 你就有權利可以寫提案 那專家學者認為你的方向是可行 我們就會給你30萬 最高獎金30萬塊錢的創業基金 過去彰化線一直沒有育營中心公辦的 那我們在這一波 今年大概會有三間 明年大概會有四五間的育營中心 那你這樣的話 就零到二歲的小孩 這青年朋友就比較敢生 我就不用柔子聽信 我就不用自己帶 那在這個過程中 大概就是公務員能做的 大概就是零到二歲 那二歲到五歲 在這個區塊我們的非營利幼稚園 我們的這些幼稚園 我們不斷的在建制 那就讓他們在就學之前 把這個幼兒的部分福利給做好 我們過去的話 大概就是衛生所蓋一棟 然後日照蓋一棟 廠照蓋一棟 然後再來育營中心蓋一棟 那我起來之後 就有做相關的整合 我就把開始從衛生所 不老健身房 我們衛生所只要空間夠 我們會把不老健身房 65歲以上的長輩放到這邊 讓他們有專門的 這個運動指導員 我們教他們怎麼去運動 然後醫生給他開運動 廚房簽給他們 然後再來我們就會有日照長照 也併到我們的這棟大樓 育營中心 然後那個 日照中心 日照長照育營中心 還有一個叫做親子館 就是阿公阿嬤爸爸媽媽 都可以帶孩子到這邊 在室內的一個 也可以教他怎麼樣帶孩子的場域 然後如果大一點的鄉鎮 我們還會再做婦女中心 在我看過去好像財政不是那麼好 但你主政之後 人家的財政都很大 很大的改善 是有機會很大的贏 22年來第一次決算有區域 對對對 然後半車家的遺孫 半車家的遺孫 不用再取菜 我的錢我比較不會像以前 拜託中央 這三千萬塊我開 我沒有 我先爭取中央的 爭取得到那就我出十分之一 因為我們先是大概10%到20%不等的一個比例 就是我們自己的自首款 那我盡量就是能夠提早了解問題 然後往上能爭取的爭取 我只要比如說本來要10塊 我現在生效給一塊給兩塊 那我這樣我就可以把我 我又可以多做七八個地方起來的話 我整合一下資源 我就可以做很多事 他的那個掛山村本來是顯示空間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去招 招一些青年朋友回家展店 第一個讓青年人有創意 我們那個空間給他 他就自己去做發展自己的特色 那慢慢加入就開始熱鬧起來 那我們的一些什麼步道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這邊的聖堂 包括山長崎下來 就是有一個好處就是聖堂 所以我們就逐步的把登山步道也好 這些場域也好 逐步的再去做做 那慢慢的話就頂先面再去做串民 然後配合的三行車 或把整個的觀光產業 然後進來到市區 你的這些小吃什麼再去展開 從這個季節上來講 就租了現在目前的宮崎區以外 還有掛山村就修准 每年他有掛 他英雄八卦的季節的時候 現在就會跟山山一起辦賞音的活動 那本身139以前的時候 才有辦環化的自行車 自行車 139是很落美的 那未來我們會在那個公園區附近 再做一個那個 自行車 自行車步道之外 還有一個修行的遊樂設施 然後再來會銜接另外一個 我們的那個 噗納漁港 噗納漁港 然後再把沿海地區 下一個階段就是把沿海地區 再去做整理 一個階段一個階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